各位讀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旅游作家King Chen 现在准备要迈向2024年了 好 那我就再来说明一下 关西HARUKA 特级HARUKA的售价 搭乘方式 路线 还有以及时刻表 分享给大家 通常会搭乘JR 你到关西空港也会搭乘JR HARUKA的话 通常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要去京都 那再来就是新大阪 这两个车站是最多人搭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距离相对比较远 然后还有人用JR PASS的话 它到新大阪车站的话 它可以搭乘新干线到远的地方 当然再来大阪车站 也是蛮多人会转乘的地方 只是说你到大阪的话 很多人就要看用途了 你到大阪是不是要转其他特级列车呢 那你就到大阪 第一天你到大阪车站 就目标就是很明确了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没有要转乘的话 你到大阪只是住宿的话 通常会推荐你就是去 去做另外一种一般的列车 就是关系快速 应该说是关空快速 我更正一下 关空快速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官网它介绍内容有什么 还有依我的经验要怎么样分享各位读者在 旅自助旅行规划的时候 找一个适合的交通 让你们能够顺利的旅行哦 那我们接下来看哦 好嘞 我们接下来就来到 那个JR JR官网 就是关系JR的官网哦 那我们直接就来看HARUKA 因为我们这次介绍HARUKA 因为JR PASS很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 我们要单单一的仔细的来介绍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HARUKA 它的单程车票 像你看这边有说明就是 每个人的 我直接来看这里好了 从关系空港有到 也会停天王室 也会停大阪 新大阪 京都 好以这个HARUKA会停的 这个一定是在这一个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神户跟奈良呢 因为 它这个票券呢 有包含有没有 你在大阪下车的时候 你还可以做它的 再来线到神户 你要到奈良的话 你可以到天王室 再搭乘大河线 就要大河线到奈良 这样子有懂了吧 所以HARUKA 单程的车票并不是只单程 只停天王室大阪 新大阪还有京都哦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环球 也可以去奈良 也可以去其他的环状线像金桥 环状线等等等神户 这后面KING哥 再来详细的一些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价钱的部分哦 好那我们购买这个票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去官网买 第二个就是他授权的旅行社买 旅行社像什么KK Day K路 或是授权的旅行社 你都可以去购买 那购买的话 有大人的也有儿童 儿童就要半价 那像因为我们是非日本人嘛 是外国人 所以他会有一个优惠的价钱 那他在这边有讲到说 你到天王室1300 大阪新大阪1800日票 京都2200 神户2000 奈良1800 那儿童是自己半价自己除了不讲 然后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购买的时候 刚刚有讲到的就是官网 或者是那我们取票的时候 因为他现在有售票机器 可以领票 也就是领票的话 第一个要拿护照去掃有照片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用QR Code 然后第三个是化位 那如果你是在官网买的话 有一个主场优势 就是你买的话 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化位 那后面就会详细的讲这部分了 来第一个 他使用的列车这个类型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讲一下 用这个HARUKA OneWay OneWay单程的车票呢 他可以 第一个 他的一等车巷呢 是你还要继续购买他的急行券 才可以搭 但是你可以化普通车厢的指定席 有没有 指通车厢的指定席 你也可以去不化位 你就去排队自由席 你懂意思吗 因为常常我们在食物上会遇到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因为大家你可能会去 化那个 应该说你会去买旅行社的 因为旅行社通常给你的时候 会给你一个QR码的评证 那你要再去机场 去他的售票机去更换出来 那像我们可能如果说你在官网买的话 你可能会 你没有化位的话 你就变 你要去取票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到绿色窗口去更换 当然你有化到位的话 你就会去 一样也是可以把你化位的位置去绿色窗口那边做个处理 那有时候你会遇到就是说 因为去京都的实在是太强了 你会指定席 普通车厢指定席车位已经化满了 你要的那个列车假设 那个要列车已经化满了 变成你就要自己当场去排自由席 也就是说你到你搭乘台湾高铁对不对 你那自由席车厢是不是你就要去排队呢 这样意思是一样的 来再来就是 那个购买他这边有解说 你这种票呢 就只能搭特级哈路卡 如果呢 你要去搭其他的 你要去搭其他的特级的话 那你就要自行去购票 这样有懂意思吗 我在后面这边来讲 如果说你搭的范围超出 就是那个 你搭的是新快速普通列车 没错对不对 那你超出了这个范围 你超出了他这里面的指定范围 那你就要另行去补票 这样大家讲这么白话 应该有懂了嘛 还有就是可以买票的人就是非日本人 虾这肉肉等就写这个 就很简单就是非日本 就像我们这种是外国人 还有就是同一个区间呢 他说是单名旅客 是不允许在同一个使用期间 购买或是兑换多张的相同的票 你就说你一个人呢 你就只能针对你负责的 去做购买啦 还有做更换 来这旅行社 这旅行社的部分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说明 去更换那个票的时候呢 官网可以查询 这些车站的营业时间 还有领取的一些方法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通常在关系空港的话 就是五点半才能开始 然后到晚上十一点 那当然你第一天如果你不需要 像有人买单程对不对 他要买回程的 我不急的第一天就要去换 那你可以在新大阪 然后新大阪观光处 大阪车站天王室 都可以更换 他会有售票机 或者是绿色窗口 都可以去 这个是针对一些官 如果你是官方网站买的啦 或者是你是在旅行社售票里面买的话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去 你看这边就有针对说 你是官网买的啦 然后你是要去窗口买的啦 或者是旅行社带买的啦 之前有讲说就是机场 不在售票 之前就有讲过 不在当场窗口购票 有没有 哈鲁卡 你在大盘埔 关系搜寻的时候 没有任何票 也就说 你去的时候 就要事先先买好了 这个在King哥在几个月前 在涨价之前 就有说明过一次 记得当场不卖了 这个要特别小心 那接下来 简单来说 要怎么换票 因为King哥还没有到大阪 我也没有办法实际操作 但是我就用他官网 他讲的就很详细了 他售票机的兑换方法 要有这个地球的这个标志 然后这边是 通常都绿色窗口旁边 这边就是有告诉你说哪些的周邮券 可以在什么车站 那这些参考不再说明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他这边会有 可以多种语言 那你就选你的那个繁体中文 然后立领票的话 就是选领取你的预定机票 不是机票 是车票 那你要选择 Echain Order eTiki 这个项目 他可能画面有时候会变动 那你这个还是要记下来 这个要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少你的QR 少你的QR 然后再来就是 输入你什么时候开票 那你一点 开票的那个 使用日期就没办法改咯 然后再来就是 确认使用条件 护照 路径什么的 这个 相关导览 这个通常都是要同 这个都是要确认 跟同意的啦 你没有办法拒绝 然后再来就少你的 护照 有照片的那一个 要是晶片 如果你不是晶片怎么办 我知道有些少数的是旧的护照 那你就去绿色窗口换咯 然后他就会 从这边吐 吐标出来 那你就准备去搭车啦 好那我这时候要特别补充一下 我这个是针对 在旅行社购买的 的售票机领票的方法喔 要切记喔 你在KK Day K路或是旅行社 购买的QR凭证 以上操作都在这边的喔 那你说我在官网买的咧 官网买的话 你可以去绿色窗口里面去更换 大概也是这样 那当然如果你是官网买的话 也是可以 可以在这机器上换啦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说明一下 现场售票机购买也可以 购买Halu卡 不用去绿色窗口牌队 你直接在那个机场的旁边 就会有那个购票的方法 在这边可以图给大家看 不用去绿色窗口牌队 你可以买新干线 还有快速等等等等列车 那Halu卡当然也可以买啦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一样你要切 你是当然是繁体中文啊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选 你要搭乘的列车 那你在这边还要再选 说你要选 选网甲 这个历史是去Kyoto就是京都啦 Osaka就是大阪 你这个英文的应该会自己判断出来 然后就选择你要搭乘的时间 通常你可以选 出发的前七天 前七天 好 再来就是你要多少人 一个人 然后再来就是你就去画普通车厢 那你头等车厢 当然是你自己在贴钱啊 这个你自己这个圈圈绿色 就表示还有位置啊 然后再来就是选择你要的座位 稍微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基本的车票 然后确认画面 他现在就是投钱啊 就是紫币 他可以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 但是通常现金的会比较多 因为信用卡还需要很麻烦啊 有的时候你要需要什么密码 有的没有的 要做一些验证什么 有的没的 通常是现金啊 我就这边就直接想用现金买 然后呢要记得领取你的车票 或者是现金找钱 然后直接就去打车子啦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 你在官网买的话 也可以在售票机去操作 那刚刚我们看到是旅行社买的是 有个地球嘛 对不对 那这边如果你是官网买的话 这边出现 他那个售票机有那个5489 5489的那个图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概怎么领取 大概5489 当然 你如果两种都可以 你看有没有地球的 都可以啦 好 一样 一样是选 那个 繁体中文 然后这边就会领取预定的车票 那你要选择你是 你是官网的 好有没有 西日本JR Online 好 就预约嘛 reservation 然后再来就是 你就是看你是用什么支付款 你可能在上网就已经买 已经买了 然后QR码预约编号 扫描就可以了 他这边有扫描机 然后呢 要输入你的认证码 因为你通常购买会有认证事码 你要输入 然后再来就是 要确认你的条件 当然都是护照 入境资格 这都没问题 就是确认 他只是然后再同意 跟你是用旅行社买的操作是一样的 然后一样是用 少护照 但是晶片护照啦 那你非晶片护照 一样也是 你是非晶片护照 那你就只好去绿色窗口买 这个就是 或者是说你当场 你还没付钱 你是预约的 那你就是现场 看你是用现金还是用信用卡 好的 那等一样就是2票出来 其实方法就跟 那个你旅行社买 那个一样 操作一样 好啦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操作 其实他蛮详细的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后面的一些说明啊 来 再来就全能都可以购买 再来就是你要购买 单票的话 日期在一个月前 就可以购 你在官网买的日期一个月 然后指定席座位 这边 稍微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然后变更规定 一次有效日期可以改一次 那如果说 你必须要先 先退票才能再改 这个是他的条件 还有就是 那再 再更改一次出发或到的车站 就是在允许内 未死 在你还没有使用状态才可以改 来 退款的部分 大家会比较关心一点 拿来手续费 如果你是在官网买的话 你就是在这边 就是官网退票 或是你到机场 你后悔了 你要做南海店 你不想做哈鲁卡 或者是说 我不想做哈鲁卡 我要做 那个官空 快速 不管 anyway 那你就是 会所收手续费 如果没有出发前指定 其实是560 那出发前两日 等等等 这个稍微看一下 他这边说 原始未打折票 要30%加220日元 这个 我是觉得 这个手续费 这种东西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特别解释 然后再来就是 这边来 有一些相关的话 就是特价单程车票 持有者的部分 那兑换ETK 要四处负照 因为刚刚上面就已经有讲 然后你假设你的票疑失 或什么 就不再补发了 其实这个购票 其实都是一样大同小异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效路线 刚刚也不是有讲到 就是他最远 可以到京都 那如果你 你如果做超过的话呢 怎么办呢 来我们先看一下 神户的部分 神户的话 你可以从大阪 做做做做做做做 做到5值 超过5值就是 要额外补票了 然后神户这些园丁三只工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京都的部分 你到京都车站的话 你可以走这边 这应该是三音 JR三音线吧 你最远可以到宝京霞 也就是说你去 那个出尔兰山 度月桥那附近 都还可以 跪川 以及陶山 到山科 这个范围 你用哈路卡单层都还可以做 好 那大阪的部分 你大阪车下车的话 这个环状线 这些都还可以搭 这边有三本丁 阴导 这个就是去环球影城 这边稍微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这个其实几乎 不太会去的地方 然后最简单的那个 耐凉 耐凉 为什么他这边就没有呢 因为就是他最最远 就是你做大核心 就只能到耐凉车站 这样子有懂吗 在耐凉下车就可以了 这样就OK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卡的时刻表 刚刚有提到补充教材 就是你不一定要做哈路卡 你可以做 那个 关 关空快速 关空快速 你不一定 因为我刚有讲过了嘛 我就不再多说了 哈路卡的班车 这是假日的班车 今天16号 今天礼拜六 最早6点 40 那如果说 关空快速的话 最早是5点54分 这个是假日的 周六日 最晚的时候 哈路卡是10点16分 那 这个呢 这是普通的 这是关空快速 到最晚11点9分 那我稍微看一下平日 我选一个平日 最早 这是直块 直块的话是凌晨5点50 那我们看哈路卡 最早是6点31分 最晚是10点16分 也就是说 你到大阪的话 最晚11点9分就要搭了 那这边都是没有到大阪的 这两个班车都没有到大阪的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以上 像刚刚特别介绍 不管是你搭哈路卡 不管你是搭 关空快速 是不是 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 思考的 在自由行的规划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逻辑呢 那我们 我们去大阪的话 因为通常搭哈路卡 几乎都是去京都 新大阪转 那你如果说 要去 呃 乘骑 温泉啊 你就会去大阪 车站先转啊 这个都OK 那如果说 你是纯粹到 大阪市中心的话 你不一定要搭哈路卡 去跟别人挤哈路卡 不一定要跟人家抢 跟风去买哈路卡 这样子有懂吗 做他一般的那个 关空快速 也可以到天王寺大阪 那新大阪就建议搭哈路卡 这样子有比较清楚了吗 那当然呢 有些特那个价钱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 好那以上我就针对JR 哈路卡的部分 分享给大家 希望在规划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呃 可以帮助大家啦 那以上说明 再跟 呃 就到这里咯 那跟大家说再会啦 拜拜